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2月28号 欢迎收听GCMIC的DailyCNC News和我们一起追踪工具机与自动化领域每日新闻摘要 掌握全球最新的工业领域动态吧 那今天这集的AI与应由优生学进行合成并赞助播出 在我们请AI小姐为我们阅读今天的新闻之前 先帮我们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 这样每天早上就可以收听到最新的消息哦 好,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新闻摘要吧 让我们看到第一则新闻 日常欧姆龙将实施全球裁员计划 裁撤约2000名员工 占员工总数约7% 这项举措主要是受到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 导致公司业绩不振 值得关注的是 欧姆龙自1933年创业以来 这是第二次实施如此大规模的裁员 前一次是在2002年网络泡沫崩坏后 根据欧姆龙的表示 裁员将涵盖日本国内以及海外员工 其中日本国内将以招募自愿提早退休的方式进行 对象为年龄40岁以上且在公司担任正值且年资达三年以上的员工 裁员措施将于今年4月10日至5月31日期间实施 值得一提的是 这项裁员措施是欧姆龙进行结构改革的一部分 公司预计透过这些改革措施 到2025年将能够减少约300亿日元的固定费用 然而这项消息对公司股价也产生了影响 今年以来欧姆龙的股价已累计下跌约12% 那接下来第二则的新闻 我们将为您带来最新的工业与自动化领域消息 未来工作的景象日益受到自动化的塑造 然而这是否会改变现有的趋势 还是只是重复着非正式和不稳定的工作模式 这是一个引人瞩目的问题 自动化的新奇引发了关于工作未来的热烈辩论 从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乐观描述到对未来的黯淡预测 各种观点层出不穷 然而实际情况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 自动化正在塑造工人与技术之间的新关系 形成了新的工作空间 无论是在全球生产网络还是远端工作中 以及新型的雇佣关系 这对于劳动力丰富的经济体 如印度而言至关重要 因为自动化的影响可能对其发展构成挑战 印度一直在努力应对结构性不平等 贫困非正规工作和失业率上升等问题 尽管拥有资讯技术领域的专业知识 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不会受到自动化影响 年轻的毕业生和中级专业人士或许能从人工智慧的革命中受益 但与此同时 不平等的紧张局势也可能加剧 对于自动化如何影响印度工作的评估并不支持着巨大的转变或重大的改变 相反 新技术的采用是不平衡且不完整的 可能改善一些工人的就业条件 但如果不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 就无法使大多数人受益 在制造业方面 自动化可能会带来合约化和自营职业的兴起 尽管制造业可能受到自动化的严重影响 但这需要平衡升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 在服务业 新兴技术的影响也十分明显 然而这种转变可能不会创造广泛的就业机会 反而可能加剧不平等现象 农业作为印度最大的就业来源 也有着高度的自动化潜力 但根深蒂固的不平等 普遍的贫穷和低技能水准等问题仍然存在 自动化似乎正在重现非正式和不稳定的工作 而不是带来真正的改变 这就是自动化如何可能塑造印度工作的未来 我们将持续关注相关发展 借着第三则新闻 我们将深入探讨一项新兴的制造技术 那就是冷金属融合 让我们一起了解更多 随着制造业的不断发展 金属增材制造技术成为了众多企业追逐的目标 然而 对许多公司来说 昂贵的金属3D打印基成本是一大障碍 但是 现在有了一个有希望的解决方案 那就是基于聚合物粉末的增材制造技术 那么 究竟什么是冷金属融合技术呢 这项技术是如何工作的呢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冷金属融合技术由的国公司Hegmed Materials开发 是一种间接金属制造方法 它使用粉末材料 其中包括金属颗粒 这些颗粒被包裹在聚合物粘合计层内 这项技术利用了选择性雷射烧结 SLS的制造过程 使得使用SLS机器的人员能够制造最终的金属零件 那么 这项技术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 在设计模型后 数位档案被送到切片机以分割零件并定义制造参数 接着 雷射用于逐层烧结沉积在印刷板上的粉末颗粒 由于它是基于粉末床的方法 因此不需要印刷支撑物 这种方法还促进了一种称为堆叠的过程 使多个零件能够在同一制造过程中叠加 那么 这项技术有哪些优势和应用呢 首先 它能够使用基本的SLS机器 制造最终的金属零件 这降低了企业的初始投资成本 此外 它也是粘合计喷射3D列印的替代方法 适用于许多行业 如汽车 航空航态 医疗和消费品 在我们结束之前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项技术的未来展望 虽然冷金属融合技术相对较新 但其在各行业的应用正在迅速扩大 成员公司不仅共享标准 而且拥有相似的文化和思维方式 这将有助于技术的工业化 紧接着是第四则新闻 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篇关于美国汽车的报道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 将投资4000万美元建立非工会电池和汽车工厂 这是一项重大举措 将影响汽车制造业的未来发展 请听潜水洞察力报道 自从去年12月 UAW发起全国性组织活动以来 已有超过1万名非工会汽车工人加入了工会 随着越来越多的汽车工人加入工会 汽车制造商面临着新的挑战 一些汽车公司在面对工会活动时提出了不公平的劳工行为投诉 不过 随着汽车制造商将生产重心转向电动车电池工厂 UAW表示 这可能会导致部分汽车制造工作的减少 UAW的一位代表表示 这一举措符合建设电动车设施的周明以及汽车工人的最大利益 同时也有助于确保他们能够获得高薪和高品质的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 一些汽车制造商已经同意覆盖所有电动车电池厂工人 但也有一些公司对此表示保留 值得注意的是 电动车电池工厂成为了福特汽车公司的一个争议点 他们表示工会在这个问题上扣押了这笔交易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发展 我们将继续关注并为您带来最新的消息 那最后一则新闻 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机器人化身的新闻 你或许对头像这个词有所耳闻 但在科技世界中 它有着更多的意义 自从2009年詹姆斯卡麦隆的《阿凡达》上映以来 这部电影不仅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 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流行的概念 远端操作机器人的能力 在这部电影中 机器人被塑造成生物机器人 但在现实世界中 这种技术是通过电路和电脑与机器人连接的 这就是所谓的化身 化身技术具有许多与电影相似的特点 一个人可以通过头戴式设备控制机器人的动作 这包括视觉 手部和脚部动作 在这方面 维吉尼亚理工大学的TREC实验室进行了许多相关的项目 博士生Conor Heron是该实验室的一员 他现在正在协助意大利的一个机器人团队进行化身的移动 这个团队将使用iCup人型机器人参加全日空航空Avatar X Prize比赛 并设法让机器人走起路来 这项挑战并不简单 因为要使机器人保持稳定直立并行走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但Heron在使用这种技术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他的加入为实验室带来了巨大的价值 Heron和团队最近开发了一种新的遥控系统 这种系统更加便捷和易用 使用者只需穿上一双特殊的鞋子 就能轻松控制机器人的移动 而在一次国际赛事中 这项技术更是使得他们成功进入了决赛 这就是关于机器人化身技术的最新进展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一领域的发展 请继续收听我们的广播 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有趣的科技新闻 感谢收听 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TCMIC Daily CNC News 工业自动化正在不断地发展 还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 还有行业资讯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请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或按赞 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 你还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呢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见